新聞線外 Offline News 我是Digitimes行政中心總監黃建志 To be or not to be 這是一個目前很多電信業者跨境5G 所要思考的問題 不只是電信業者 其實也是很多 其他的網通業者 還有包括其他營運商 他們所在思考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5G即將在今年年底 做進行試照的一個動作 這一次的 試照的頻段 大概有 三個頻段 第一個就是1800MHz這邊 第二個頻段是3500MHz這邊 第三個是屬於毫米波頻段 2.8GHz這邊 目前總共三個頻段加起來的底標 總價是300億台幣 在9月4號這邊已經正式開始受理申請了 到10月3號就會截止申請 預計在今年年底就開始做一個試照作業了 其實大家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所看到的所謂的企業專網 這個頻譜的一個規劃 其實大家後續更關心的 目前根據交通部還有NCC他們的規劃 他們是假算規劃3700MHz到3800MHz這個頻段 最多釋出100MHz這個頻寬 來作為後續企業專網的一個使用 其實企業專網的重要性為什麼受到大家這麼矚目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不只是台灣這邊 包括說在德國 在日本 在美國 他們都有針對所謂的企業專網 有做一個 比較多的一個琢磨跟討論 那主要是因為說在5G世代進來之後 大家可以還記得記憶猶新的 就是之前電信業者 所掀起的499之亂 在過去的所謂的一個 B2C的一個Market裡面 他們所謂的這一個 整個 支費的一個競爭 其實是專門針對消費者這邊競爭的 大家殺的血流成河 所以對電信業者來說他們的整個利潤 非常的薄 在他們跨入5G之後 他們希望在B2B的這個應用服務裡面 琢磨更多 希望裡面發掘一些更有潛力的應用服務出來 也就是說他們電信業者想要擺脫過去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個 水管的一個宿命 而且呢大家也認為就是說 垂直領域的一個B2B的應用服務 可以帶給其他業者 以及一些新創業者的一個機會 那到底B2B的一個應用服務是做哪些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在5G的世代的B2B應用服務有可以做哪些應用 比如說像 智慧工廠 智慧校園 遠距醫療 或甚至這些車連網的應用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從這個B2B的應用服務來講 可以帶動一些 其他 不是傳統所謂的行動通信 看到的一個產品 比如說手機 或者一些家用的一個聯網裝置 以外的 以外的市場 可以說為廠商帶來很多機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業者 對於所謂的一個企業專網 會關注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 根據我們現在了解呢 其實企業專網目前在全球各地的 其實都是屬於電信業者 跟原本的 這個非電信業者這邊在一個角力的一個市場當中的 大家有三個情況可能會發展 第一個就是說 我把企業專網的頻譜 劃入後續 它持續在發給這個電信業者一個頻譜之中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現在目前全世界包括說 美國 南韓等等 其實他們只是第一波 所釋出的一個5G的頻譜 後續還會持續釋出更多的頻譜 所以他們後續可能會把這個所謂的 企業專網呢 也包進去 給電信業者那個頻譜裡面給他們 那第二種做法的話 有些國家也在討論 就是說它會鎖定特定的頻段 而且呢 它會限制說 僅供 非電信業者來申請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一個情境 就是說 未來的話 這個頻段呢 可能它是一些 做 擁有這個場域的 比如說包括說各地的地方政府 機關學校 都可以來申請 這段頻譜 或者是一些系統整合業者 他以前不是電信業者的一個player 但是他現在也跳進來 做提供這種電信的服務 他提供一個屬於專屬於 單一企業來使用的一個電信 行動電信服務 那第三個呢 我們目前看到 也有一些國家在討論的做法 可能就是說 它會鎖定特定頻段 但是它開放申請 也就是說 不管你是 電信業者 或你是非電信業者 都有機會來投入競爭 那我們預期呢 其實在整個5G世代呢 都是要跳脫 所謂的原本在 所謂的B2C的一個 服務裡面 要跳脫到所謂的B2B的服務 那我們希望說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競爭 開放式的競爭呢 能夠刺激說 更多新的business model 以及新的更多的一個 網通產品來產生 那後續的 對於各個地方的 一個有關企業專網的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呢 我們這邊是認為就是說 其實非常有機會 來形成在5G世代 一個非常重要的 值得大家後續觀察的地方 我是Digi Time 銀座中心黃建志 謝謝大家